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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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歡迎收看這位康康主角三寶 我們又到大家最愛三寶又來了 那今天會有什麼精彩的三寶呢 那唉唷 好久不見了各位 這個廉價大家玩得開心嗎 那影片看之前呢 假的影片訂閱康康改請訂閱小小鈴鐺 按下去可以看到更多精彩的三寶影片 那當然你可以用一個月一杯咖啡的錢 欸 加入康康的會員 就看到更多精彩的暴力的三寶 會員三寶 真讚的 廢話不多說 那我們來開始今天的L三寶吧 哎呀 來來來來來來 是的 是的 是的是 會不會開啦 抱歉 不會 不會 等一下 再開始 最近呢 剛剛買車 就是開車的時候就是發現 真的就是一堆這種媽的 不負責任的駕駛 你看 他一出來 就是呢 很多汽車駕駛是這樣子 他總是想要截彎曲 但是呢 往往啊 這個行為 貪快 自私的行為 就是會帶來危險 所以各位啊 在這個錯綜複雜路口 要如何保護自己 就要看這影片 就是有人 還沒過路口 還沒出這個線 他就急著轉 完啦 所以以後大家真的要小心啊 下一個 是的 左轉燈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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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左轉燈 要回轉 是嗎 錯了 來個 聲東即西啊 哈哈 先問一個問題 大家不會覺得 在車子裡面 打著方向燈這樣 叹叹叹 很吵很煩嗎 那為什麼這位大大 可以一直打著左轉燈 然後 叹叹叹叹 然後結果 右轉呢 這個 肯定 13寶 但是呢 我要替他說句公道話 有時候呢 沒關係 你只要打燈 我們都會慢 不管你轉哪邊 不管你轉哪邊 我都會慢 但是今天呢 假如在大馬路上的話 也有人可能說 你要左轉那我靠右 我不減慢 然後就 愛的火花 所以以後呢 告訴我們 汽車打燈 就是直接慢就對了 不要想著 想要超越它 因為他可能 麻煩了 是的 來 下一個 這個是 基隆 哦 右轉 然後 直走 沒有 哎唷唷 小弟不踩啊 雖然呢 哦 不是基隆人 但是也是走過那邊 我記得那條路 不是這樣走的吧 啊 應該 沒有可以這樣子 但是過去 他應該是要讓你直走 基隆人 麻煩了 請告訴我 這個三寶的行為 是不是常常有 是不是基隆的 這個是 道路設計問題嗎 為什麼 會有讓汽車駕駛 這樣直接 說轉就轉 因為他會嚇到 代表應該是 不能那樣子吧 召喚基隆人來 平平公道啊 下面留言各位朋友 各位基隆人們 來來來 來下一個 是的 哎唷哎唷 這個鴨車 啊 哇 這一個 哪個是三寶 到底哪個是三寶 喂喂喂 沒聲音 沒聲音 應該有巴音 應該有巴音 應該突然鑽出來 然後 喂喂喂喂喂 哎哎哎 哇 哇塞 哇塞 我怕 我 兇 兇 哇塞 這個 這個社會啊 真的是 台灣怎麼了 台灣怎麼了 為什麼 再再再開始 我覺得這不是 Fu Panda吧 這是Fu Monkey啊 你看他那個 鑽車 哦 然後呢 出來呢 他騎手看一下 但是可能被扒了 他覺得 幹我都看了 啊 是在扒軟腳啦 啊 扒軟腳 哎哎哎 哎 現在 現在啦 啊 不要爽啊 不要爽啊 啊 啊 現在啊 扒什麼 但是 我是覺得是這樣 這位投稿者呢 肯定覺得 看不慣他騎車的方式 覺得他很危險 說穿就鑽 說走就走 因為沒有聲音啦 哦 我也不聽不到那個油門 也拼到他有沒有按喇叭 還是怎樣 但是 我覺得 這個Fu Monkey的程度呢 應該是有的 哦 大家麻煩下面留言 你覺得 這一個情節 算不算有罪 來 交給大家 好嘞 下一個 Liam 很綁 水水水水 3 哎哎哎哎哎哎 爹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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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這紅燈幾秒啦 來來來再看一次再看一次 我以為是貨運大大 結果發現不對啊 因為那個三寶闖紅燈 闖得宜蘭智德 他闖到一個我覺得 哇應該是貨車司機大大的錯 但結果沒有 來再看一次 哇賽 我只能說 新竹物流大大 你們都辛苦啦 就是這樣子綠燈 順順的開 啊就會有一個人這樣 再放一次 欸 他這樣閃一下 好像很習慣了 他好像很習慣說 喔 他這樣騎的時候 會有人衝出來 他會煞車 啊他要閃一下 哇賽 不要這樣啦 這就是為什麼康康呢 有時候到了鄉下地方 雖然看似車流量變少了 但是 康康是更謹慎的 因為呢 鄉下三寶 突然一衝出來 絕對是 Grow your mind 沒有邏輯可言 喔絕對是直接 哈哈哈哈 然後就撞上去了 喔假如你用 都市的騎車方法的速度 這是康康的親身體驗 來 你們覺得咧 下一個 這太快了 太快了 太快了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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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水水水水水水 為什麼四輪大大 是不是怎樣 覺得開了車 就覺得好像 開無敵 人擋殺人 否擋殺否 怎麼會有這樣大膽的想法 在路中間直接 左轉 or 回轉呢 首先我不管這個到底有沒有打燈 左轉 靠左 右轉 靠右 直走走中間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呢其實 跟養機車呢也犯了一個錯 他在在最裡面卻要直走 汽車呢要左轉卻走中間 這絕對是台灣政府教育的錯 不然怎麼會這樣子呢 還是道路設計的問題呢 你們覺得呢 這就是為什麼 常常苦口婆心告訴我 左轉靠左 還有右轉靠右 因為這樣子就不會 愛的相撞 沒錯 本集節目由Hoda贊助播出 感謝乾爹能夠讓我升級 iPhone15啊 不過大家都知道 iPhone15的玻璃特別脆弱 所以一定需要Hoda全方位防護 不只是手機殼 鏡頭貼 玻璃保護貼 Hoda應有盡有都能保護你的新寶貝手機 而且拍完素材的隔天 康康就直接噴裝 時速50噴裝保護貼 完全無傷 鏡頭貼則是救了鏡頭一命 Hoda就是如此堅固耐用 沒錯就是他們的AR抗反射抗藍光保護貼 AR抗反射技術呢 太陽下更清晰 有德國LINE RPF20認證 有效過濾藍光 保護愛睡前滑手機的你 全面升級不只抗反射還抗藍光 再搭配吹有最愛的泰色藍寶石鏡頭貼 雙色的立體結構設計 貼上去就像沒貼 Hoda絕對是各位看三寶用手機的好夥伴 所以各位觀眾說了這麼多 Hoda乾爹自然好康不會少 只要進入網站輸入康康專屬折扣碼 KANG2310 AR系列保護貼85折 還不趕快買起來防三寶啊 當然沒錯就是 這麼突如其愛業配 不得不說 Hoda真的救了康康的手機啊 雖然現在呢 新手機有點小傷痕 但是鏡頭啊 沒事 哈哈 那前面也沒事 是的 趕快支持一下資訊欄 好來下一個 是的 這個也蠻誇張的 雖然沒有聲音呢 但是大家請注意 右前方 哎呦 人行道直接這樣騎 欸欸欸欸 等一下欸欸 警察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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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警察是怎樣 最近咱們的蕭黃奇先生呢 跨上了重機 偶爾說這台車很帥 那我想一下警察先生 您是不是 蛤 也是 你是我的眼 呵呵 看不到啊 這個姊姊呢 直接這樣騎人行道 這大違規 結果警察 也說 啊 抱歉 同道中人 吼 我就不抓你了 今天呢 相遇算是你我有緣 吼 那我們今天就 啊 各自安好 OK了吧 啊 OK了吧 呵呵 我想 應該這是唯一合理的解釋啊 下一個 哇 這個呢 我也是覺得 有一點點的 莫名其妙 是的 是的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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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猜到什麼事了嗎 就是擊殺嘛 沒有用心騎車嘛 但是怎樣 我們有後鏡頭 來 來來來來 後鏡頭 後鏡頭 哇 差一點 直接帶走兩個人 吶 來來來 看一下 這個三寶呢 其實 來大家用正常的邏輯去看喔 你殺不殺得住 或是你為什麼不煞車 他煞車囉 他煞車了耶 厲害了吧 哇塞 我看他這煞車力道怎樣 肯定是什麼 CNC一體鑄造 對六卡鉗配上原廠輪胎 好 才可以 這樣子 ㄍㄧㄥ 直接就摔了 不然的話 前面的車 因為黃燈 它有煞車 後面的車 其實它有輛煞車 你有沒有 它有感覺 喔 要慢喔 結果 啊怎麼會 這不禁讓我想到啊 其實很多人呢 騎車是不用腦的 所以看到這裡 你還安心嗎 你各位還不趕快開啟防衛性駕駛 這樣都可以 我是罪了 啊 OK 下一個 是的 這個標題呢 我一看到我就覺得有點興奮了 沒錯 來來來 趕快給我 趕快給我 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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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殺掉了 哇塞 呵呵呵呵 標題是什麼 欠問候 哈哈 是的 我們這麼有禮貌的台灣人呢 肯定是要來個美好的問候 騎山小 來有沒有看 騎山小 來 是的 是的 其實這個我覺得有了BUG 原因是什麼 來來來 煞車了 煞車了 就慢了 就慢了 再一次的左轉靠左右轉靠右 你今天騎在右邊 你就會容易遇到什麼 不是說你有錯 而是你這樣子就容易遇到危險 因為 三寶 那今天左轉靠左右轉靠右怎樣 比較不容易遇到 不是同道中人 哦 就是這樣子 各位 其實這個東西是不是三寶 寶啊 寶啊 但是 我們看到這裡看那麼多集三寶的 各位 要有基本comment sense 就是 今天你看到這個影片 你只要看到前面那是煞車輛了 你就知道要 所有 加煞車 因為你不知道他要去哪裡 為什麼他要在路中間直接煞車呢 肯定有原因嘛 這就是防衛性價值 懂了嗎 各位 所以說不要怪三寶 我們不要怪他們 我們要拉高level 怪自己怎麼沒有想到他是三寶 下一個 這個撞在壁上面啊 來來來再開始 誒 在壁上面 哇 這個三寶 有點東西哦 這三寶原本我要放倒數兩個 但是接下來更精彩 哦 但是所以了 再開始 遠方高的那台車 他闖紅燈哦 他闖紅燈 我不知道他是左轉還是 但是他接著再闖紅一次 哇塞 就是 摩托車有時候是這樣 摩托車就啊 我方便啊 我很靈活 所以就是想要 壞壞 想闖紅燈 但是 現在康內也開車了 啊你這麼大一台車 你怎麼會想要轉紅燈 你怎麼會想要這樣開車呢 因為影片是他這樣子在前進 所以有可能他已經闖了一個紅燈 也有可能他是剛左轉 但是我覺得 他那個位置應該比較像床燈 所以 他連闖兩個紅燈 請問 你要去哪裡 是趕到這樣 我真正是 哇 來 倒數兩個 來來來來 猜一下猜一下猜一下 花生什麼樹 花生 花 哇 喔欸 嘿嘿嘿嘿嘿 哎呦 沒有倒餒 欸沒有倒餒 欸 沒倒車好厲害喔 來 這是有故事的 為什麼 我要放在倒數兩個 原因是什麼 情侶吵架 路邊開門 情侶吵架 情緒在所難免 但是呢 在這種吵架 在路中間 會這樣開門的女生呢 放生了 拜託 我跟你講 有時候大家 氣 就是在氣頭下 講什麼難聽話都應該的 但是在這個車 這麼多要咻咻咻咻 還會直接這樣開門 然後不看路的 就你有點sense 是嗎 你你 你最好給我 記住喔 好我走 我走 然後還這樣 還 就是還 還演一點車門 然後看一下有沒有車 然後再開車門 那我覺得 喔 這女生 有點sense 我可能下車 馬上把他拉回來 寶貝 對不起 我錯了 喔 但是呢 來再看一次 哇 這個騎士真的命大 沒有摔車 厲害 厲害 你看 哇 啪啪了一下 哇 賽 欸 車門直接怎樣 我都不知道這台車原來那個車門原廠 對不對 開到這麼角度這麼大 哈 哈 真的 講白了 一樣老樣子 喔 放聲一下 喔 不然的話呢 假如是下次吵架直接下車的 拜託 看一下 路況 欸這真的避不掉 喔 這個 我跟你講 各位朋友 避不掉 這避不掉啦 喔 假如他會 欸 看一下 然後說 你不要攔我 然後看一下 喔 才下車 直接 往回 直接往回 說 寶貝 你這麼有sense 這麼有防衛性價格 這麼有駕駛觀念的 女生不多了 寶貝 我 我錯了 我錯了寶貝 最後一個 這標題是超強大爺 來來來來 我看一下超強大爺 呵呵呵呵呵呵 牛逼啊 我一定還看不到 你知道 欸來來來 再看 他 他是不是很早以前就開始逆向 欸 喔 對對對 重新 等一下 他到底從哪裡 放大放大 他 他 呃 吼吼 吼 大爺你牛逼啊 啊 他那個 從頭逆向到尾 而且怎樣 他 沒有任何一點就是那種 做錯事的感覺 我只能說 保重啊 保重啊 我不知道你能夠撐到哪時候啊 你這個騎法 這個最最最最最最最 他 我猜應該是加油站出來的 是吧 哇 哈哈哈哈 如入無人之境 有時候 我都覺得 是不是我浮淺了 我等級沒到 沒有辦法有這種尬子這樣騎車 來各位觀眾 看到這裡 你覺得你有尬子這麼做嗎 沒有的話 我們先給這大爺一個尬 但是 不燙啦 好不好 好啦 三寶持續有在投稿 不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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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B 資訊欄點開有個康康拜零C19 沒有給我 好不好 因為很多人在問怎麼投稿 所以好啦 感謝各位收看 那記得厚大幹爹呢 有放福利 記得去買一下 你還真的 這不是誰的 真的我拍完隔天 手機就噴了 好險啦 好險真的沒事 只是我邊框有點傷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保護客 我沒有裝啦 抱歉啦 好不好 真的是鏡頭蓋 前面真的完好無缺 厚大幹爹 記得支持一下 掰掰 讓我們下次見